韩国国防部官员称 北韩正在首都平壤附近部署大规模的军队和武器 韩国国防部在向韩国的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 自从7月以来 这个共产国家在首都附近部署了大量的士兵 装甲车和火炮 报告说北韩这次军事部署 似乎和下个月一些主要劳动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 以及10月10号该党65周年纪念日有关 北韩问题官家说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可能是为了举行阅兵游行 或是为相关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将有可能在9月的党代表大会上 把他最小的儿子金正迎指定为他的继任者 北韩1948年建国以来只举行过两次这样的会议